以色列 你不可不知的摩尔治医员系列 第一个系列 还没有讲这个星期之前跟你讲的小话 从前有一个公司的经理 因为最近行情不好 然后就四个月 待在家里做了六个月 实在待的不行了 他说我又没有饭吃 又没有薪水 我日子怎么过呢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到他附近的那个动物园去应证 看有没有空额给他去做工 然后他进去应证的时候 那个里面的老板说 动物园的那个主管说 我们没有你的空缺很抱歉 但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们刚刚好三个月 我们的心情刚刚去生儿子 就是惨 所以我们动物园里面少了一个星星 你能不能假扮星星在动物园里面做 然后那个经理就想 哎呀 反正我都没有钱 反正也没有工作 勉为情难啊 好过没有啦 是吗 我去一动物园扮星星 然后他就在动物园那个笼子里面扮星星 跳啊跳 哇 吸引很多的人来看他的嘛 因为人潮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越跳越兴奋 我越跳越做星星的样子 一不小心跳过轮 跳到隔壁笼子里面 然后隔壁笼子就是狮子了 他说 那我呆起多了了 就糟糕了 隔壁是狮子 我怎么办 他一直跑平平跑平 跑那个狮子一直追他一直追他 好不容易狮子把他呆住了 然后 忽然间他听到狮子会讲话 他是这个人讲 静静啊 行情不好了 我们都是来这里做 我们都是在这里打工 你不要穿帮 穿帮 我们两个都 都是都失业了 没有工作了 笑话就讲到这里为止 这笑话是讲什么呢 你以为 你很辛苦 你没有工作 只是你全世界最惨的一个人 其实不是 隔壁笼 做狮子的也一样跟你一样惨 所以生活没有什么大不了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ok 还是要过日子 过生活的 ok 我们回到今天的系列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这个奖章 这个信息 是充满着波折 一波三折这样的来进行 可见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 这个星期里面 我要 边 颠配流离 到处走 我不能待在office里面 office里面没有 没有电 电脑的不能上网 不能上网 很糟糕了 我要准备讲讲 我要找很多的资料 因为通常我是讲这样子 你觉得不会有闷 我需要给你一些 info 资讯啊 照片啊 种种种种 我要去上网 拿一些 去集一些照片给你们看 好了 这样会没有 没有的上网 我就要到外面去 去找网 spiderman 找网爬 好啦 去找 我去 去隔离的starbucks 那就是有上网的地方 就把它 这简单来讲 我做 本来这个东西是可以做一天做完的 我就 因为延迟了 又有福建堂的信息 我也延迟了 就用整个礼拜 就准备这两个奖章 很辛苦 这个奖章是怎么样 我星期五 是吗 星期五 我做完六成了 六成了 我也很高兴 我说 星期六应该很轻轻松松 可以把它做完 早上可以把它做完 我晚上去整理我的电脑的那个desktop 那个荧幕的时候 我清除很多的不要的照片 我年把我六成的奖章也丢了 就是等于没有了 我要重新改做过 我星期六 我说 哎呀 星期六我不能了 星期六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角落 我要埋头 苦干 重新来做过这奖章 做到晚上七点 所以这个是一波三折 这个信息是一波三折 可见这个信息的重要性 遇到很多的挫折 遇到很多的狼阻 然后我做完了 七点 然后没有奖章 还没print出来 早上就赶快去到combo money的家位 把它print出来 print出来了 我插那个pandroid 我以为我插在那个电脑里面 我就很紧直来到这里 哎呀 pandroid 找不到 怎么找找不到 我很紧张说 然后Jekyll 你这次要买以A 你要载我下去 combo money 一次再拿那个pandroid 上来了 还好 下到一半的时候 森林感动啊 你摸摸你的口袋 然后他摸摸口袋 哎 好pandroid 还有 然后赶快放下去 去给你看 还有我们有一些 Videos要看的 本来是要放在那个电脑里面 可是不行了 因为 他不能放 因为不能上网 就不能做这个东西 所以等下看Videos要另外处理 格外处理 哎 所以 终于 已经能够做成了 今天你能够听了 所以 你要抱走那种 是一种 很辛苦 是很辛苦的 得来不易的这个心情 哎 今天要跟你讲 你不可不知的 莫兹一元 第一个系列 以色列 活的一元 我可不许我给你一个经文来看 你就明白 开始做一个 一个给你的经文来看啊 好吧 我们现在一起读啊 一二三 你们可以从 我脱出学的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这样 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 成就 也该知道日子静了 正在盆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时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都要飞去 我都喝却不能飞去 但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 指也不知道 唯有福知道 你们要谨慎 即使祈祷 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即使来到 来我们这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赵玉尼 今天早上把今天的信息交托 我求主祢让我们有一个受交信 让我们有一个歧视的死灵 不要被这个世界来蒙蔽 我们看不到这个事实上在最近 尤其是近期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无难不知 让我们不要做无徒人 我们要做智慧人 让我们要爱惜光阴 让我们不要只是过之子 一直过一字 怎么样而已 主啊让我们看见 祢呼召我们的意义 和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和目标 感谢赵玉尼 教托奉耶稣的名大奖 Amen OK 我要给你读这段的经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耶稣说 门徒在问耶稣 耶稣说 问耶稣说 诶 世界末子是即使来到的 耶稣说 你只要看书上的脖子 就知道了 如果他长牙 新的发芽 有新的叶子 你知道那个是夏天到了 同样的 耶稣世界末子要到 不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你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 但是 他 的的确确的 很明白 很清楚的 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说 天地啊 都要废掉 但是我的火不能 这样就 这样子就没有掉了 那个日子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天使不知道 耶稣不知道 只有天父知道而已 这个日子 他把 把 吃了 把他隐藏了 起来 天父还没有公布 这个日子 来 我们来看 几样东西 你必须明白了 这 接下来的系列 我会用圣经做一个欺验 为什么这样呢 我可以不能 能不能引用其他的书呢 为什么 不要用你引用其他的书呢 圆灵在那里 我们来看 圣经啊 里面整本圣经 大概有100 1800多个书言 就是占了整本圣经的27% ok 如果你经过整理呢 去掉重复的那个事件呢 你会发现到 有重大的 有独立的事件 总共有737个事件 加一元的 预言的 ok 然后 然后 这个737个预言里面呢 有590个预言 是重大的 是很重要的 然后 根据神学家 兼物理学家 这个陈希臣博士研究啊 这个590个重大的预言 事件的预言里面呢 已经是570个 已经营业了了 现在 剩下圣经的 还没有营业的 只有剩下20件的事情 还没有营业 或者 也不能讲还没有营业 是或者正在营业当中 所以我可以挑战你 你把全世界有关预言的书 总和起来 加起来 都没有像圣经这么高的 营业率 这不是我讲 很多人都在讲了 你把全世界有关预言的书 加在一起 我就很营业营业 加在一起 都没有圣经的营业率那么高 高达90%以上的 以营业都营业了 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那你问我 故事为什么你要看以色列呢 因为以色列就是 所有这些营业的关键 这剩下20个议员案件发生 都跟以色列有关 为什么这样 因为上帝把以色列 成为世界的中心点 我从来没有 你现在理论我 我是一个报人 我做成立报版工作 十年多 我对报纸其实是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几乎是不看新闻了 只有 如果我要追 我的Internet Google Search 它会filter 也只能filter 以色列的新闻而已 其他的新闻 我不看 因为我很清楚 我要看上帝 在做什么事情 我就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上帝要做什么 新的一部分 新的东西 在以色列 看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知道了 圣经议言 既以色列复活了之后 就是世界末至战争 任何神的审判 所以以色列的复活 可以说是 敲响了 这时代的伤中 因为末期的世界大战 就是以色列为中心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以色列 那我们来看 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 将近两千年前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这国家从来是 在世界上是不出现的 已经是亡国了 为什么亡国呢 为什么没有存在呢 因为圣经上帝老早也一言了 如果你不听我 这一言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听从我的话 你这个救星王 你不听从的话 我会把你遣散到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读一段经文 以色列怎样广播呢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生命记二十八 二十五 四十六 四十五到四十六 一二三 耶和我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 你从一条路去封击他们 便从七条路逃跑 你必在天下万国中逃来逃去 并且这一切的仇咒 必追随你 赶上你 直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 你上帝的话 不只手他所吩咐的洁明律略 这些祖主 都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 成为一起使 直到永年 圣经讲 我鼓励你 如果你能够的话 你有圣经的话 回去读生命记二十八 二十八章 重新读过一遍 整遍他读过 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语是 如果你遵守 听从我的话 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福 这个福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 另一个角度 你翻转 你刀转来做 你不听从我的话 你就会有这样的制止 甚至被在万民中 万国中被逃来逃去 我们来看一些 以色列是于公元前 就是早在耶稣还没有出生的 一千二零年建国 弊国 公元前九百三十年 分裂为南北两国 而南北两国 在公元前的七百二十二年 和五百八十六年 先后被亚述国和巴比 如王国所灭 辗转落到 罗马的政权里面 大概有两千年前 神拆开了他的徒生 指耶稣 将士为人预备救恩 可是 以色列人 不但没有接受神的拯救 甚至 是因为争恨耶稣指责他们的罪 竟然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更说 杀了这个人的罪 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他们这样讲 就在公元大概是罗马 占领了以色列之后 大概只有AD七十年 AD就是主的年日之后的七十年 以色列就被完全的被罔解了 罗马当时带着一个将军 叫做提多将军 带十万的军兵围攻耶路撒人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超过一百万人残死 犹太人从此就再没有立柱之地 大家都纷纷逃亡到别的地方 颠背流离到别的地方去 世界各地都讨厌他们 感触他们 正如圣经所讲的 你必在万国中逃来逃去 在大概公元七世纪的时候 回教的势力很大 那不少的犹太人因为拒绝性虫 回教而遭到杀害 然后在十七世纪 犹太人因为那时候第一次黑死病的 肆虐整个欧洲 几千万人 犹太人就那么死掉了 因为欧洲人硬说是犹太人 是传播这个黑死病的老鼠 蚊蜜黑死病的这个主要原因 他们就把大概很大量的犹太人都杀 杀杀杀杀掉了 然后有半数的犹太人在欧洲 就这么被杀了 有的一部分呢 他们就跑到中国去了 如果有上我的课你就明白了 然后在开封的地方呢 犹太人就住在那边 他们跑到那边去 然后就在中国定居下来 他们也是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各样 但中国人对他们不太认识 因为中国只知道回教 不知道什么叫犹太教 然后就当他是回教来看待 就称这些犹太人为清回回 所以他们也不吃猪肉 所以不仅不吃猪肉 他们也不能吃金 那个猪的角 角精也不吃 所以他们就称犹太人为挑精教 就是我讲都 都卡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能吃 因为雅各还记得吗 雅各跟上帝摔交 上帝摸了他的大腿 所以他脚精就坏了 所以他们也不吃金 所以就称这些犹太人为挑精教 这是早期中国的犹太人 他们还装中国装 但是他们还是有 他们的犹太的装饰 我们再看一些照片 这个是在中国那边的他们的会所 敬拜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 当时这个犹太人是这么样穿班的 清朝的时候也是这么穿班 站在这个慈悲的旁边 所以你看到这个犹太人 然后 中国不讲 讲槟城就好了 槟城也有犹太人 如果今天你如果找年纪比较长的 像我这样年龄长的人类 你也知道 有一个地方叫做 Jawri Road Jawri 现在改名叫Jawri Jawri 那地方就有一个坟墓 有一个坟墓 这个就是Jawri 这个是犹太人的坟墓 在变成而已 所以犹太人 这个隐验了圣经所讲的 被套在全世界的地方 交过去 槟城也有 那我没有空去 这个星期很忙 没有空去那边拍照 我只能上网 把他拿下来一些照片 这就是 有没有 他写什么 Jewish Cemetery 是犹太人的一个坟墓 坟场来的 你要你可以业 我们一起去 去那边拍照 留恋什么都好 可以去的 我这没有时间去而已 他边有写 Jewish Cemetery 真的是 什么的 这杯也写在那边 然后这边也有说 This land on which the cemetery stand is perpetual resting place of Jewish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interred here for all time 有没有 犹太人也 已死在这里 埋葬在这里 所以 甚至你们明白 知道 E&O Hotel E&O Hotel 也是两个犹太弟兄 所创办的 是槟城第一间 Hotel 是犹太人办的地方 所以我要给你们看 圣经讲的一元是准的 上帝讲过不是看的 我会把你们逃到一个地方 世界每个角落 分散你的道 很散到一个底角落去 犹太人也来到冰城 我们自己看下去 OK 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德国的纳粹 希特勒也把600万的犹太人杀死了 这些都是人家遗照 这些都是无冤的被杀的 这些地方在纪念碑纪念过来的 600万的人都在那边死掉 然后 这本书也讲了 600万犹太人混乱欧罗巴 欧罗巴就是德国的一个地方 OK 我们来看下去 这个是希特勒 是撒尔摩 他把犹太人 600万人就把他杀掉了 OK 为什么他要把他杀掉 因为他有不好的童年 因为他小时候 被他的母亲性虐待 他的心理就不平衡 他要杀掉种族歧视 他有一种种族的过分 他种族的优越感 比如说我们是德国的纳粹主义 就是我们比较好 其他社人就不好了 打他杀掉就好了 我们才是优越的 民族优越的 OK 还有看一下 这个就是残骸 你看死很多人 满街都是死人 OK 这个比较清楚一点 你看排着 木棺剧 赤裸裸的 躺在那边 妇女 他们怎样把妇女杀掉 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说 骗那些妇女说 来你们很久没冲凉那周 一体 集体去冲凉 有的女孩子 妇女还带着 baby 还在喝着奶的 全部到那个地方 然后就放毒气 这些 连小孩子都放过 六百万人就这么死掉了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历史来的 你读历史你知道吧 OK 你看 我讲到这里 犹太人经历了那么多苦难 那么多痛苦 因为 只是因为 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怀疑 他们懂 他们对他们的惩罚 他们对他们的那种的追究 是 是 硬 是不是 宽容的 因为 他比任何民族 比我们活人 还懂得上帝 他们被上帝捡选 为上帝的生命 所以同样的 从今天 中营面 或者到讲到这里 你是歧途 你懂上帝的话语 你不要跟上帝开玩笑 上帝追究下来的时候 他要支持他 话语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 所以这是预言 预言 以色列就是一种火的预言 上帝在做的 我们来看 复活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二看 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我如此说 看哪 我要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所到的满帮 是楼取 又从四围地去他们 引领他们回到本地 我要使他们在哪里 在以色列山上成为帝国 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俄国 绝不再分为俄国 继续读一下军的经文 他们就住在 我朝朝赐给我 母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并子孙的子孙 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母人大为 避坐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并且要以他们 立平安的业 作为永远 为了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能处挣托 又在他们中间 设立我的圣索 直到永远 圣经 但是上帝没有 上帝的只是一个discipline 几律 但是不是把 犹太人 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 因为他还是要把 这以色列人带回到 他的本家 巴里巴布 本家 本土 本乡 如果在1948年之前 没有人相信 这个议员能够成就的 耶稣还没来之前 700年前 透过 以赛亚 对 以赛亚 透过耶利米 透过 以西结等 先知讲 你们一定要回来 你们的本家 本乡 我又一定把你们 召回来 回到你们的国家去 在1948年之前 没有人相信 这个议员能够成就的 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 那犹太人被分散到 这么闪 闪到来 冰城 怎么能够把他们 召回来 这个议员 不这么容易 不可能能够 抓得到的 但是 事情发生了 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会对他的火负责任 不是你努力去把它完成 而是上帝会把它 完成的 我们来看这个复活的道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 有一个英纪的犹太人叫做查姆威兹曼 帮助英国成功腌制新的炸药 新的炸药 叫做无烟炸药 使到 当时英国在战争中 失败的战争中 打胜仗了 英国就要回退 为了要表示感谢对这个人 发明这个无烟炸弹 然后就要 就答应他 说OK 我帮助你们这些可怜的犹太人 永远做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被人打 被人骂 被人敢 我给你们回到你们的祖国 人是在做 但是上帝在背后感动 使到这个事情完成 怎么 这个事情怎么完成呢 就刚好一个月之后 讲这个 英国政府讲完这个话之后 在一个月之后 1917年12月9日 英国的将军叫做 General Allen B 成功在土耳其那边 巴勒斯坦呢 占领了巴勒斯坦 有了这个统治权 1922年 国际联盟批准英国 占管巴勒斯坦的资格 然后给他们全力 制行这个 被 贝尔福宣言 为 以色列 俘国 带来 从那个时候 移民 不断的人 犹太人 知道 时候到了 他们不断的 从世界各国各地 回到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就越来越发生 所以为什么你们看到那边 抗战争是什么样的缘故 他们一直回去 英国为了调解 这两柱之间的 纠纷 维持了这个地方的治安呢 于是在1947年 把这块土地的问题 移交给联合国处理 同年12月29号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以33票赞成 13票反对 11票欺权之下 正式通过议决 划分巴勒斯坦土地 为两个国家 一个是犹太人的国家 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国家 于是最后在1948年5月14日 十四日终于复国了 这个是报纸 当时的报章的刊登 说以色列复国 那么 有这样的说法 以色列复国 被誉为本世纪神迹中的神迹 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一个神迹 我告诉你 这的确是一个神迹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这国家的史上 没有一个国家 灭国亡国之后 有可能再复国的 你看我们中国 朝代就好了 任何朝代 明朝啦 清朝啦 援朝啦 唐朝啦 唐朝啦 宋朝 到了就到了 不可能复国 没有一个历史 这个是一个神迹 一个国家灭亡 不可能再复国的 以色列复国 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神有讲 你一定要复国 一定要回来 你的本家本主 我亲自要牧养你 今天 在1948年 以色列终于复国了 然后 复国有几个问题 你看 我们转中国意思就好了 我们有齐丹人 我们有辽国 我们有蒙古人 我们有满清人 清朝的满清人 我们有金人 我们有七国的那些 楚国啦 那些七朝七雄八句的时候 秦国啦 秦朝啦 这些都 都最后被汉货了 被通货了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失去自己的语言 你今天找蒙古人讲 讲他蒙古语些 他蒙古话已经不能了 只有老辈才能讲吧 年轻人不能讲了 已经被活人通货了 犹太人是唯一一个民族 经过2000年的洗礼 被抛到那么多的国家以后 他们还保存他们的语言 保存他们以希伯来文字 保存他们的正统 他们没有跟人家混血 他们不苦力混血 他们犹太人 一定要讲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回到 1948年回到 这个国家的时候 神寄来的 也有正统的犹太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 圣经的一个新闻 诗篇83篇的影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站着领位有 一个 一二三 上帝啊 求你不要寂寞 上帝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做生 看啊 因为你的仇敌 渲染和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见证 要他人的方式 彼此上帝 要他人所隐藏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将他们坚定灭 使他们不再成为我 使以色列的民 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上帝 彼此结合 要提醒你 就是处藏盆的医东人 和伊斯玛利人 摩亚人 和他小人 加勒巴 亚蒙 亚马利 非伊斯玛利人 对罗的军名 就是亚述 所以他们的缘合 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 如带米叶 如在基顺和带西西拉和月兵一样 他们在以诺尔滅亡 成了地上的分土 求你叫他们 会走向 而立和西一婆 叫他们的王子 走向西巴和上 他们说 我们要得三一的住处 做为自己的产业 这个经文 你好像是读过 读过而已 但是我今天 把你的眼睛睁开 这个经文 就好像现在 在东中巴勒斯坦的情况 一模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有伊东人 和伊斯玛利人 和摩亚人 西亚加人 这些人 通通都是今天的阿拉伯人 我们懂 我们明白的阿拉伯人 那巴勒加就是 利班 那一代的人 然后退罗也是 读文字 那么菲利斯人 就是今天的 巴勒斯坦人 亚远 亚述在圣经 代表 巴比伦和 波斯 然后我们知道 巴比伦就是 伊拉克的前生 然后伊朗就是 事实上 波斯的前生 所以我们如果 仔细读圣经文 你就会很 你会发现 这奇妙的议员 四月八十三篇的议员 很奇妙就 应验在我们 现在的眼前 这个经文所讲的 就是现在的趋势 所有的人都在攻击 以色列 讲到这里 我要给你看到 我们不明白 历史的人 不明白 背景的人 我们常常 从报章看 从电视看 我们看到 以色列 尼泰人是很霸道的 常常去打人家 抢人家的利益 常常欺负别人 是野蛮人来的 不是好人来的 我再给你看个后面 如果你懂得圣经 独身经手 你还记得大卫的哥利亚吗 大卫当时打败哥利亚 哥利亚什么人 菲律斯人 菲律斯人就是这个 什么人 巴勒斯坦的人 那个 哥利亚是巨人来的 大卫当时是年轻人 小孩子 大概十六十七岁而已 拿着石子 把石头掏出去 中太阳穴 这个哥利亚的太阳穴 哥利亚就死掉了 对不对 今天 我们今天看到的 电视里面 看到什么 大卫当 他们看到的是 以色列人 拿着枪 拿着大炮 拿着坦特 拿着飞机 战机 去打 首无穷铁的 巴勒斯坦人 给你看那可怜的 后面那个妇女被打伤 然后那个妇女死了 老公的孩子 在地上爬 很可怜的样子 这个后面是 和圣经 那个大卫 和哥利亚的后面 是两个 反面的对照 所以 一般在读 新闻的人 都会觉得 哎呀 以色列人 这犹太人是搞鬼的 犹太人真的是 但是 每次找事做 找人家吵架 其实不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但是 的确 报纸 媒体 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 以色列总是被挨打的 那一个 事实上 每次 以色列不能被挨打的时候 媒体没有报道 那么 以色列人为了要 保护自己的领土 自己的主民 去 去 什么 反抗的时候 去保卫这些国土 这个领土的时候呢 他们就 拍他们 拿大炮 拿弹射去 打人家 所以 你的印象当中呢 你就看到 以色列常常被 常常去欺负人家 而不是被欺负 那一个 我给你看一些 历史的 那个 那个 战果中的 以色列 以色列 独立之后 不足20小时 被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重重包围 各国的领袖 是要将以色列人 掏进地中海 北面 有黎巴嫩 谢利亚 伊拉克大军 列过 加利利 横哨 海法 直需 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就是以色列的首都 然后 东面 越南 有1万大军 攻占巴勒斯坦总部 南面 有埃及大军 就向北推进 阿拉伯联军的总兵 有10万人 无论设备 什么人口 都占优势 以色列的军队 只有3万人 这场战怎样打 他们联军架下 有10万人 以色列人 有3万人 请不要忘记 当年的1948年 独立的 不到20小时 里面进去 只有老人 妇女 小爱 这个 这个场面 这个战争 只是大气小的场面 如果 好像你看 祝球的话 不能打了 被挨打的情况 但是 以色列人 不怕敌人的攻击 战一高 安爵一宝 为佛土坚持 绝不退浪 经过7个月的恶斗 他们奇迹地 大败阿拉伯联军 由3万人 打10万人 打赢 为什么 因为 要去修哈基 不是 是因为神的应许 我怎样解释什么 叫神的应许 接下来 我们有 历史上有很多 出名的战争 第一个就是六次战争 1967年5月 阿拉伯国家在苏联强大军被支持下呢 发动这场战争 以色列要面对20万的阿拉伯大军 以色列当时只有召集到7万的正统军而已 6月7日以色列便收复了耶路撒冷的旧城 没有打没有事 打了 以色列就拿收回了 这个耶路撒冷 在1974年10月 埃及总统沙大精心策划这场战争 在我出事前的一年 定下发冰字细为1973年10月6次 为什么选这一字 原来啊 犹太的gallender里面 立法里面 这字叫做赎罪字 按圣经吩咐 当这 当这字 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赎罪字 要在耶路华的神面前赎罪 兄弟妹 什么是 为什么要明白什么叫赎罪字 在以色列人当中 赎罪字就是他们过年的时候 他们要在神面前不能做工 连战争也不能打 这个埃及的总统沙大 很古往啊 就是很奸诈 他特地选择日来战争 因为他知道有太人不能还手的 只有被挨打 不能被 这个战争怎样打 安息日 赎罪字 赎罪字 什么功都不能做 战争也不能战争 只有被挨打的份 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敬畏上帝的民族 宁可被挨打也不还手 白白白被挨打一天 什么都不能抓 因为是手碎子 过了那一支 过了那一支 第七支 报新闻 历史告诉我们说 他们反击 以色列人反击 他们用他们的空军 空军的战斗 所有的配备 直接去 威人署 碎日的战争 打了 直接 把飞机 整个军队开到 埃及的首都开门 然后 埃及的总统 沙特 教联罗 救命 帮助 要不然今天 连埃及这个国家都不见掉 我讲到这里 舅妹妹 你有想到 为什么 会这样 以色列的领土 自从1948年之后 每一次人家打他 每一次他的土地 越来越多 你没打他 每次他越大越多地 为什么这样 很奇妙的 这个战争 没有人找他打架 没有事情 找他打架 他越来越好 土地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神说 要他们永远住在那里 不再分散 这些人都要 消灭犹太国 这些人都要消灭以色列 希望以色列在当中的地方 完全消灭 但是 神的应许不能 不能 不能 这样无效 反而你越打他 神更坚定他的应许 使到这个以色列 我没有在的地方 从此消灭 因为刚才你读的经文 刚才你读的圣经 圣经说 他们要永远永远 住在那里 从永远不再分开了 还有圣经 上帝没有忘记 对阿波拉罕的应许 凡祝福以色列的 都要被蒙福 凡祖咒以色列的 都被祖咒 更何况现在要打以色列 所以每一次战争 每一次打战的时候 以色列都打赢战 不是因为他厉害打 不是因为他懂得孙子兵法 而是因为神的应许 在哪边 继续看下去 然后接下来 我们读一段经文 一二三 以色列出山啊 你们要发十条 为我的名 以色列借国之 因为他们不要报道 看来我是帮助你们的 也要向你们转意 使你们得以更重 我必使以色列人家人数 在你们上面增加 诚意有人居住 广场在被建造 我必使人的层数 在你们上面加增 他们必身养增多 我要使你们照具有人居住 并使福利你们 一些钱更多 你们就知道我世界 我这个另一段的议员 在以色列节里面的议员 沙漠肺变肥点 来我接 我这个我需要稍微的解释和 给你们讲一下 以色列在复活之后 人口农产都不断的增加 复活初期人口只有65万 直到今日 以色列的人口已经超过600万 另外以色列复活前巴勒斯坦 这个地方是荒凉一片的 2000年来雨量 就是下雨的雨量很稀少 大部分的地区每年平均降雨 低至7英寸 1948年立国之后 降雨量大为增加 现实以色列的农产品出国 总额达8亿美元之多 比起60年代的只有6300万美元的出口 总值增长了12倍 从荒凉不毛之地 纹纹 纹纳 重生的沙漠之地 变成土地肥沃的花园良,良田 实在较很兴起 按常理推想,以色列分散列国,到处漂流2000多年,大多会被投华,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仍然保持纯正的血统,独有的宗教,常规的以希腊、西布莱语更加恢复,开并成为今天全国的国语。 国内半数的报纸都以希布莱文贪争,他们的文化能够保存起没有神的作为吗? 现在以色列已经成为拥有先进克制武器,是世界上居住心中的国家之一。 几十年前,犹太人仍然是一个手无寸铁,省至600万同胞被杀害,没有反抗人力的弱者。 是什么能力叫他们死里复活?在列国围攻下,仍然屹立不到,神的力量已经清楚地彰显出来,一言准确的一言已活在世人的面前。 我要给你看,我们来读这个系列,就是要你看到神的话语不会改变。 今天,以色列,上帝怎么能对以色列同样的应证在我们身上,上帝也同样这样对待。 神如果允许我们,祂一定会做到你。 所以你不要欺憐,不要放弃大家,上帝有没有存在的,上帝有没有听我的祷告的, 为什么我迟日会看不到我的腰的东西。 同样的,同样的,今天,这一堂的讲道,再次的提醒你从前面,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话会丢了一场没有发生的。 以色列怎么样的困难的情况下,上帝都能够纪念他们,来让他们看他,我们来看几个。 之后,还有样东西还没有发生,今天还没有发生的,也会发生。 大家讲圣殿必须要重建,圣殿必须要重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且我要以他们立平安的业,作为永远,我要将他们安示在本地,使他们能处争夺, 并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之道永远。 另外,明出英文在马太福音24章25节,他说,你们看见这些是上帝里所说的,那行毁坏和真的,站在神里。 从这两尊的经文里面,议员里面说,以色列不只要恢复皇朝,恢复他们的国家,甚至要重建圣殿。 今天你去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 这道墙叫西墙,这道墙叫库墙,为什么叫库墙呢? 因为他们没有圣殿可以敬拜,因为这里有一个灰黄的灰教堂在那边。 如果要建圣殿,这个回教堂一定要拆掉,才能把圣殿建起来,你说可能吗? 如果拆掉这个回教堂,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回教都会来, 为了,我相信未来的世界战争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国家和国家的战争。 是未来的世界大战,是宗教与宗教的战争。 是这样的趋势。今天你是信任我的,你是信任我的,你是信任我的? 你是回教父吗?还是信任我的?一定是怎么样? 这个不可能,今天的这个议员,我们读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议员,不可能发生。 今天你看那里,那里可能,如果要就把这个回教堂,这个陀佬场拆掉,那里可能,你拆掉不是世界大战。 我给你看更明确一下,他们要建的圣殿就这么样的范围,这个红色的范围就是圣殿的位置。 刚刚好,自身我就是在那个陀佬场的位置。怎么建?老大,你告诉我怎样建?你是我,你说怎样建?有可能建吗? 但是神的应许,我不要忘记,我告诉你,神的应许一定会做到。我们来看。 耶稣曾议员说,三天要建殿。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兴起来。 犹太人说,这殿是十六年才建成的,你们三日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看影片,来记住我一下。 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 你开了,开生意了,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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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短片 为什么要给你看这个短片 以中国的技术经验 刚才你看那个hotel是石宾馆 在中国的残沙的地方 用九十小时把它建立起来 六天十五层高 用中国的技术十五层的建筑物 六天就把它建立起来了 以色列全世界最聪明的民主 耶稣预言说我三天把这个建筑建立起来 你说可能吗 现在 早在几年前我遇了一般的牧师 从以色列过来冰城 来做他们宣传他们圣殿的宣传的牧师 跟我们讲技术有的 所有要的东西都在这个大回教堂的地底下准备好 但是有几样东西不能完成的 我们来看 给你看一下 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要面对的问题 有十一项多 取回圣殿的基地 已经1967年的六字战争已经拿到了 成立组织研究如何重建圣殿 恢复献祭 筹集建殿的基金和预备材料 制造圣具 筛选训练祭司 缝制祭司的服饰 接近祭司寻找月柜和其他圣殿的物品 制建造圣殿 预备献祭的用品和恢复献祭 这些东西都要做才能够 我们来看 Next 这就是他们已经把第三个圣殿的模型做好了 以后的圣殿要把这样建起来 OK 就是将来你会看到 那个地方就会把这个圣殿进来 然后 他们就有了这个叫 半色科勒的推动 就是说 每一个犹太人 每一个以色列人 百姓 21岁开始 他们要缴纳半色科勒 就是这个钱币的 以色列里面 以色列里面 就会看到这个钱币 他们一定要还 Pay Debt 这个税 这个税 这个税就是要建电的 一21岁开始 你就要还 还建电的钱 然后 问题 问题来了 那个 大祭司 圣殿里面的祭司袍 大祭司的袍 是一种蓝料来的 要蓝色的 这个蓝色不是随便买来蓝就可以的 因为以色列要求很高 给上帝也是要求很高的 这个蓝料从哪里来的 这个蓝料是从一个蜗牛的身上找到的 问题是这个蜗牛已经在全世界 却种了千多年 自从所罗文王死了之后 这个蜗牛已经是 圣殿灭亡之后 蜗牛也跟着 始终了 已经是却种了 但是在1990年 很奇迹般的 在以色列的河 又找回 又在繁衍 又在生产 奇迹中的世上 消失一千多年 从一千多年的蜗牛 又回到地中来 回到以色列 上帝的作为 他们要献祭 要宰牛的 要献红母牛 不能随便买牛 这样献祭的 他们一定要有一种的 以色列有一种的牛 叫红牛 所以这个是蓝色 由这个锅牛 来蓝这个衣服 大技术跑的这个服 别的颜色不可以 一定要用这个蓝料 才能做到的 另一个问题 你要献祭吗 一定要宰牛吗 是吗 不能普通的牛 马来西亚本地牛 不能的 他们有一种的牛 叫做Rate Hafer Rate Hafer 这牛呢 身上的牛 是很红很红很红的牛 红母牛 因为太久没有献祭了 这个科技也没有了 他们过去的几十年都很失败 培育一种这样的牛出来 不能直到1990年 他们成功培育第一只红母牛 这样已经站在那里面前摔了 牛哥已经回来了 这个千多年没有献祭 已经是没有在做这个东西 也没有培育这个东西了 他们以他们的科技 他们的聪明 他们的技术 成功培育出献祭的牛 红母牛 他们已经在做这 他们在逐步完成这个见殿的情况 那么最后 圣殿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夜柜 什么是夜柜 就是里面 里面有放十戒 摩西那个十版的十戒 放阿伦的那个账 发芽的账 里面还有那个叫什么 马拿 庄 那个马拿的那个盘 在里面 这个夜柜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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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模仿的 还找不到 这个是模仿的 以他们圣经所描述的形容造出来的 这个是宴品来的 假的 真的不见调了 真的去了哪里 真的去了哪里 诶 据说有三个可能性 哪三个可能性呢 我稍微看一下 自从以色列人第一所圣殿被毁后 因为一词下落不明 并且众说分明 有人认为神已经将他取去 存放在天上的圣殿呢 有人认为夜柜在 埃塞 很难读啊 总之是Etopia 在Etopia的地方 有人一个地方 有一个是藏在这个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大 大回教堂的地底下 有人这样认为 我们来分析一下 认为把夜柜 上帝把卸走放在天上的 这可能性很低 因为创世纪 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件说 纪念这七年的大灾难的后半年 神的天上的殿打开 在他殿中出现他的夜柜 这可能性很低 不可能 另一个说法说 这个夜柜在 Etopia的地方 埃塞 俄比亚 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呢 在索罗蒙王的时候呢 有个女王 巴士女王 从南国的巴士女王 来朝见 索罗蒙王 然后呢 他就跟她睡 睡一个晚 睡一晚呢 就怀孕又有了她的孩子 这个女王就带着这种怀孕的孩子呢 去模仿以色列 所有的圣殿的东西 也模仿了 衣柜 放在那边 所以呢 他们就 要去 Etopia 非洲的地方呢 把这个衣柜 带回来 这也不可能 因为 如果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明白 它是复制品而已 也不算是真的 OK 那么 在圣殿山下的地下密室 就有极大的可能 传统的 虔诚的犹太人认为 业规一直 藏在圣殿山的第一个地下密室里面 由于业规一直都在圣殿中 所以虔诚的犹太人认为 这个 这里所说的殿 不是殿 是索罗蒙王 为保存业规而建造的地下密室 从此业规就安放在那里 最后圣经考古学家 罗恩一直在1988年 声称自己在1982年 发掘 哥哥 桑桑 池 在耶路撒冷古城外 主耶稣钉死之家的 刚刚好 主耶稣钉死之家的地点下 埋下二十个因子 发现了一个圣殿的业会 他认为这业会的第一所圣殿被违迁 神吩咐先知耶利米藏在那里 然而 威罗恩至今还没有提供清楚的 有利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发现 到底以为在那里根据 剧文 犹太拉比们对寻找这个圣殿的业 最重要的圣据显得不着急 好像不难把业会抬到圣殿好的圣殿中 难道他们已经找到业会了 而不动身色呢 还是他们认为 就算找不到业会也可以重建圣殿 恢复先祭 反正以色列的第二个圣殿的也没有业会 第二次的圣殿也没有业会的 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 他们不敢把他面识 你想啊 如果面识就是圣经的预言要引验了 如果要引验回教徒 会做得很安稳吗 他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业会给挪掉 所以他们就把他坐在安全的地方 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助 得着丰盛的生命回到神的怀抱里面 来我们做个祷告 谢谢大家